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我們說手袋 在過去兩三年我買過最貴的手袋應該四千多元 作為一個小之類我都算是多之無愧的 我後來發現最貴、最喜歡和最常用是三馬子的事 所以今天我就想分享我最常用的五個手袋 他們不是我的最貴,也未必是我最喜歡 但我覺得他們的實用率極高,經常性都會用得到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有什麼原因令我想拍今天這條影片 就是因為最近收到Tady Bay,他們寄了一個手袋給我 想著就這樣拍開箱有點悶 既然說開手袋就多說幾個了 我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手袋的時候很容易會聯想到另一個牌子 我也是的 在幾年前這種雲朵包面世的時候是很獨特,很代表到一個品牌 但過了這麼多年後,其實很多大品牌都相繼推出了一些類似的款式 然後一些小眾品牌都雙雙推出了這種手袋 所以現在它算是比較濫的 不算是獨當入面某一個品牌只會出的雲朵包 它的官網寫是紋色,但我收到的時候絕對不紋色 它是一個淺粉紅色 打開裡面是沒有任何間隔的 它不是磁力的 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把它開關的 我挺喜歡奈利是用了一個絨的質感 整個袋的質感就提升了 這個袋是意大利製造 然後它的皮味是非常香非常濃郁 如果你喜歡聞的話,一定可以滿足你 然後它的肩帶,我本身以為不能調長短 一定不適合我這些小粒 但我後來發現了一個巧妙 它這個圈圈位是 flexible 原本它的扣是最底的 但因為這條帶對我來說太長了 我多了一個圈後,它這樣卡住了 我就可以當作調長短了 我兩邊都繞了一個圈,但看上去絕對不會突压的 容量方面,正常我外出要拿的東西都放得下 現在我放了一個cushion 然後口罩套 搓手液 紙巾 電話 還有銀包 它不是卡住了 然後我的鎖匙 唇膏 還有Airpods 都絕對足足有餘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夠用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吧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手袋全部都不貴的 便宜質二三八 貴質都是二千多元左右 因為我要說的是常用手袋 如果比較貴一點 一來我不捨得 怕刮花 怕弄髒 或者是很簡單 用得多便食 我都會覺得心痛 所以最常用反而是一些便宜的 很實用 放得很多東西的手袋 就真的每個星期我都一定會背得到的 第一個要分享的就是我手上這一種 格拉底袋 這一種袋 今年人人都最少要有一個旁身的 真的很流行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牌子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原價是250美元 當時我看到它減價 又覺得這一種黃色白色格子 很配襯我夏天的外套 意話不說帶了它回來之後 我有少少後悔 因為它的質地是一個尼龍 其實是非常非常輕巧的 但是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看得到它的印刷 是有少少浮浮的感覺 不是很實在的 所以你問我的話 由於不認識這個袋子的牌子 我覺得它的性格比不太高 但是它的質地實在太輕了 還有旁邊的粗帶我是喜歡的 外面很多這些款式是用幼帶 覺得很不穩陣很容易斷 但是這個粗帶是頗為實正的 還有裡面的容量是比我想像中大很多很多的 全部放得進去 還可以拉拉鍊 我試過有一天想拍攝 把相機放進袋子裡 然後銀包著卡住電話手拿的話 都沒有問題 雖然它的性格比不高 但是它的實用度實在令我太驚艷了 成為了我最常用的一個袋子之一 說起容量絕對不可以不提我手上這個袋子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是非常驚人的 剛才我把袋子裡的東西塞進去 只不過是塞了其中一格而已 是不是很過份啊 這個袋我每個星期最少用兩至三天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完全不用用腦 有什麼想帶的就放進去就對了 不需要考慮要拿什麼出來才可以帶多什麼進去 是沒有這件事的 而且它有很多種的拿法 你手拿著就可以了 然後拿著在手上 或者好像我平時很喜歡側背的 或者你可以調長條帶做斜背 都絕對沒問題的 顏色又是很白搭 很斯文 你穿白色衣服 拿它是整個的感覺都會很熟女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亦都非常常用 來到第三個手袋 也是今年剛剛入手 大家對它應該都還有印象的 就是Rosa Kay的這一款袋 它的容量沒有剛才那幾款袋那麼大 但是為什麼都會常用呢 因為實在太好襯衣服了 這個袋的大小是可以放到一部電話的 但是因為裡面很窄 而且比較硬身 它不可以賺到很大 所以它的容量就會有少少限制了 例如我剛才的銀包 你再這樣放進去之後 粉餅就已經塞不下了 但是可能可以帶到一些搓手液 然後塞唇膏 都還可以的 所以通常一定要用卡住 和電話手拿 不過這個袋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顏色是很鮮的 對 覺得自己很有街頭的風格 很時尚的感覺 是真的蠻好的 這個袋是約1500元左右 我覺得非常之直 它的質地就不是皮 但是絕對刮不花的 都算是今年新興的一個韓國品牌 高車邊做一個潮人都不錯 我覺得這個價錢 然後它的幼帶 我覺得它的粗幼度非常剛好 總之我很喜歡這個袋 來到下一款袋 我買了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對它又愛又恨 但是真的無奈地 很多時候都會帶它外出的 一個Mark Jacob 他們很標誌的鏡頭盒 當時我入手這個 就是奶油色 然後所有配件都是金色 然後那個肩帶 就會是有圖形的粗帶 然後為什麼我對它又愛又恨呢 第一 我覺得它很漂亮的 它拿出來的時候 是變得型格 它那個粗帶 是立刻令到整個人 是不再QQ可愛 大家明不明白 所以我還有很喜歡它這個 可以索到很短之後 就把袋子揹在身上 不怕很長 但是為什麼對它 又愛又恨 又恨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拉鍊 真的極度刮 我試過很多次 那些皮膚很幼嫩的人士 就很容易流血 拉下去是很硬很實 而且它的容量 你不要看到它這樣有厚度 假的 它真的放不到東西 告訴你 我不知道它中間這裡 吃了什麼宇宙的空間 在裡面 總之它撐不大 所以用它的時候 就要組織木了 這個袋子 但是一樣 我覺得它揹上來的時候 經過了三年 我絕對沒有後悔買了這個袋 奈何 雖然它的容量 而且它經常刮我的手 但是我覺得這個款 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 都不會覺得過時 它還有一個優點 大家會看到 是完全不怕刮 而且它這麼淺色 我用了三年 大家都知道我不會疼 是不會髒的 三年之後 它所有的位置 都還是很光鮮 真的保持得很好 我多不喜歡它的刮手 都真的要原諒它 然後最後一個袋 不是我平日出外會揹的 但是因為每個星期 都一定會用到它一次 所以它的頻繁程度 和常用程度 都是非常之高 就是我手上的這個背囊 它的牌子就是Caston Luca 一個瑞典品牌 我是去年年初收到它 然後帶了去澳洲 現在每個星期入長洲 都會用到它 在這麼頻繁使用的情況下 大家看到它的新淨程度 我都是放在地上 然後亂來 它都不會殘 黑色是不會起毛粒 也不會冒了奇奇怪怪的東西 是很印象的 又是沒有什麼使用痕跡 完全不會皺 或者有什麼痕跡 甚至乎污漬都沒有 但是它花的地方 就是這塊牌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塊金屬牌 是刮花了 所以我真的用了很久很久 認真我非常喜歡這個背囊 在再無合作情況下 我都介紹了很多觀眾去買它 因為它除了內用之外 它的容量是無限大 我真的試過很多次要拍完兩條影片 我都真的放到所有東西進去 然後是有間隔的 裡面有一層魔術貼 然後前面有兩個小袋 都會放到非常多東西進去 剛才的這個銀包放進去之後 還有很多位置 可以放在這個Cushion 都絕對刮得有緣 可以塞多點唇膏 我覺得 後面這裡還有多一個格格 這個格格 我當時懶惰 例如快要坐車 然後我想放那個卡住 我會放進去 當然啦 如果大家怕有人容易拿到的話 就最好放回內袋 雖然它不是我日常 逛街看電影吃飯會帶的 但是當我需要一個容量 當我需要譬如交遊 或者以後去旅行 或者現在去長洲 真的覺得它是完美的 大家應該還記憶 我買了一個Charles & Keith白色的袋子 覺得很喜歡很漂亮 為什麼不在今天的項目裡面呢 就是因為它白色 雖然我真的很喜歡用它 但是我都不捨得 有一天它會變黃變髒 那就是一個原因 我很喜歡的袋子 未必是我很常用的袋子 我都會有空拿出來 鑑賞一下 還有真而眾之有什麼場合 覺得很搭這個袋子 我才拿出來用的 但是呢 說到最常用 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紹的這五個袋子 希望大家都會覺得 挺有趣 不是平時人家說的一些 大品牌 或者來來去去都是那些袋子 希望我今天說的這些袋子 給大家的新鮮感 亦都可以分享到我平時 真是最常用最真實的一些 心得給大家 對啦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到三天 以及星期日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